我先來看一下這個莉迪 莉迪 莉莫老師在下午3點 飲食長度為45公分 在同時間操場16公尺的旗幹 飲食長度為4公尺 可是老師的身高有多少 各位這個地方講到的是太陽的光 你知道嗎 太陽照顧到地球是很遠的局 那那個光太遠 原道後來會講怎樣 那種光是屬於哪種類型的光 我們叫做平晴光 這種光是要平晴光 欸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時候你晚上走在屬上 常常這樣說 晚上走在屬上 你會發現月亮會怎樣 跟著你走 為什麼 為什麼月亮會跟著你走 因為它太遠了 知道嗎 月亮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離在地球上面 所以你不管走多遠距 因為我們知道 人在地球上面其實是很小的 你從這邊走到這邊 對於月亮會 對於月亮會 對於月亮會來說 其實那個距離是怎麼樣 很遠 那個角度幾乎怎麼樣 趨近零 所以看起來這兩道光是平晴 你知道嗎 因為它實際上是差別太小 因為是太平 你知道嗎 所以 這種很遠的光 把的平晴光 你知道嗎 比如說 太陽光它是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假設老師在這邊 好,那這邊有個旗桿 旗桿稍微高一點點 好,那如果太陽光照射下來的時候 太陽光是這樣,這樣子照射下來 好,那我們知道哪裡會出現椅子呢? 在人的後方會出現椅子 好,所以椅子在這邊 跟這邊 那這兩個三角形呢 人的身高跟這個旗桿的三角形 剛好會成什麼形? 相似形,對不對? 它角度不一樣,所以叫做相似三角形 對 有相似三角形嗎? 好,那你要看我現在教你 就是說,這兩個三角形的角度都怎麼樣? 一樣 所以他們的邊長的比例也會怎麼樣? 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椅子呢,旗桿的高度多少? 好 旗桿的高度多少? 16 對,這邊是16公尺 這邊呢是幾公尺? 銀子4 所以,16比4能幾比幾? 4比1,對不對? 好,那身高呢,我用s表示 那椅子常用到45公尺 所以這個只要用很簡單的什麼? 比例是這個算算分分 身高s比上45公分 等於16公尺比上4公尺 那你要用單位的一樣喔 因為這邊用公尺,公尺跟公尺的單位 那我這邊用公分跟什麼? 公分的單位 所以我算出來是公分喔 那這邊約分之後得多少? s給多少? 內相相成等於外相相成對不對? 所以s給多少? 180 好,當然我身高就這麼高喔 就是為了方便計算 自己那個換水 那公尺有170 170就很難算了 就變成 160 這又補合事情 我們45度的結果 無條件的機會吧 就是180公尺 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例題 這個例題呢是 各位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影子的遊戲 你這樣手這樣皮 會看到那個什麼? 狗 還有什麼? 褲子 褲子阿 好 好 所以呢,同學 基本上呢 這個 我們到這邊如果放一個透光的什麼 透光的這個 板子 好 這個東西如果不透光 它會在後面形成一個什麼? 投影 對不對 投影,可以嗎? 這個 這個有沒有會算嗎?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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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在哪裡? 這不用公尺 這也是用相識形穿 對不對? 好 就美學阿 好 美學那就是現代學吧 好 好 這邊有個影子 可以嗎? 投影 好 好 這是 光 光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這個三角形 這很像一個金字塔的形狀 對不對? 這個有什麼樣的公式 有什麼樣的公式 有什麼樣的概念呢? 我把它簡化一下 好 請畫一下 好 首先呢我們看一下 這個面積是十一方公分 十一方公分 好 這個包到板子的距離是 一百公分 好 板子到影子的距離是 三百公分 好 同學你們看一下喔 這個東西用到什麼概念呢? 我把它簡化成2D的影像 可以嗎? 我現在把它想像成一個牙籤 牙籤會不會投影在上面呢? 你可以對不對? 來 不要講話喔 來看一下 如果這是一點的光 這邊有一個牙籤 那它會有什麼樣的形態呢? 這邊看到一個大牙籤 好 好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沒有相似三角形的出現? 有 第一個三角形叫做 假設我滑的這一點叫做O 好了 O A B 可以嗎? 那後面那叫做A'跟什麼? B' 你會發現這邊有兩個三角形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是 OAB 三角形 OAB 跟三角形是什麼呢? OA'跟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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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叫相似嘛 長得很相似 只是放大而已 所以OAB跟OA'跟B' 再寫一次 三角形 O A B 相似誰呢 三角形 O A B B B 對不對 所以小三角形的比例會等於什麼三角形 大三角形的比例可以嗎 這是 O A B 跟 O A B B 所以他們的編長會有什麼關係 編長的比例都會一樣 編長比等於任何一邊的編長 那我現在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它的這個比例對不對 所以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怎麼算 好 那我現在把它簡化來看一下 這個圖呢 就長這樣 假設我看一邊就好了 好 這個是板子 板子在這裡 好 這個是光源用歐角式 好 那你會注意它說 它告訴你什麼線值 它告訴你什麼線值 這邊是幾 100 100 對不對 100 這邊是300 好 所以小三角形的這個 這個等於大三角形的有什麼 好 我如果這邊用 我這邊用那個 S 跟 Y 來表示的話 S 跟 Y 怎麼關係 小三角形是 100比什麼 S 對不對 這邊比這邊對不對 這邊比這邊嘛 會等於大三角形的這邊比哪邊 Y 所以呢 100比S等於 100加什麼 加300比Y 可以嗎 看得懂嗎 小三角形的 比邊比 這個 這邊比這邊 會等於大三角形的這邊比這邊 可以嗎 這兩三角形是一樣的大小 一樣的形狀 只是比例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例是看得懂嗎 這邊比這邊等於這邊比這邊 好 因為它們兩個三角形的形狀是怎麼樣 一樣 所以 比例也會怎麼樣 一樣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當然也可以比這邊啦 可以嗎 你就隨便取 各位 看得懂嗎 所以 短邊比這邊 等於什麼 長邊比什麼 長邊 這樣可以是嗎 可以得懂意思嗎 可以嗎 好 這個比例是算出來的 有多少 那 這個東西的 欸 同學 那邊長比是這樣子 那請問面積比會它什麼事情 面積是邊長乘什麼 邊長 所以就會得到什麼 平方 對不對 好 所以 所以就得到平方的 算式 這個小三角形的 底邊 跟面積的比例 底邊要平方 因為它算是那個距離的概念 好 所以 我們看一下喔 這邊是100 這邊是300 所以邊長比 小跟大是幾比幾 100跟什麼 400 對不對 因為這合起來多少 400 對不對 所以它邊長比幾比幾 1比4 好 這是邊長比會1比4 那面積比會幾比幾呢 比方 比方 1比 1比4的比方 面積會1比多少 面積比 面積比就等於多少 這等於1比4嘛 對不對 那面積就是把它平方就好了 就邊長邊長出邊長平方 因為正方形 好 不然正方形都不一樣 就是1比的話 16 所以這個小面積是 10 那這個大要幾倍 16倍 所以多少 160 好 所以是160平方 對 好 160 對 好 我再講一次 這個 我們先看這邊有個小三角形跟一個什麼 大三角形 對不對 小三角形的邊長是100 對不對 可是大的方法是300 是多少 是400 你把100加300 對不對 才是它的邊長 所以 小三角形跟大三角形的比例 或是邊長平多少 好 這是小 沒關係 就是 你可以算高也可以 因為其實也會一樣 因為它公平下來不一樣 比例都會一樣 對 都會一樣 好 所以這邊是100 這邊是300的話 那小三角形是 邊長比就會得到 小三角比上大三角的邊長比 一 100 比上 100 加300 對不對 邊長比是 小的是100 大的是多少 400 對不對 100加300 就是400 所以邊長比多少 1比4 對不對 那就是邊長喔 那邊長比1比4 面積比要幾 1比16 因為平方成平方 你知道嗎 所以 你把它乘以平方 就會得到面積比 你知道嗎 所以面積比就是多少 面積就是1比16 面積就是 面積就是1比上16 你知道嗎 懂意思嗎 所以 請問 假設我給你一個圓的半徑比 假設是小R 半徑是2比3 大R是3 請問面積比會得到幾幾 半徑是2比3 面積會得到幾幾 就409 你知道嗎 平方 平方相比 那個什麼 拍R平方 把拍拍消掉 就得到 好啊 這樣怎麼意思嗎 所以要問你平方 你要怎麼做 把邊長怎樣 把邊長成一邊長 會得到邊幾 你知道嗎 那如果是幾幾比呢 3 3 就變成8 027 對不對 三四方 這樣怎麼意思嗎 好 所以這種平方就是這樣算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下課 謝謝 有問題來問我 好 回去再想一下 我沒按掉 好啊